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TypeScript 今天咱们的标题呢 大家请看 类继承 对 今天咱们就讲讲在TS中 如何完成类继承 好 首先看一下今天咱们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 类继承的设计 第二 类继承的关键字 extense 该怎么用 好 那咱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实战演习 首先我这给您写了一个类模板 咱们来看一看 如何做类继承 class 是标准的类 然后是子类的名称 对吧 空格 然后这写上extense extense代表什么 代表我从哪扩展 从哪继承 然后extense后面 这个是负类 就这样写 就可以非常简单的 完成TS里面的类继承的定义 好 那咱们实际走个例子试一试 类继承的实例 稍等 我这马上开个文件 咱们边运行边讲解 请稍等 OK 我拷贝过来 首先 我先定义一个负类数据库 可以吧 咱们看一下 所有的数据库类里面 都肯定有一个数据库的名称 对吧 然后我这给了一个构造器 让里面传进来数据库的名称 同时付给模板级的数据库名称 没问题吧 然后这个类里面 有一个标准的函数 去输出咱们模板级的变量 可以吧 也就是说咱们new的这个地方 传什么数据库名称 这个地方呢 就输出什么数据库 最基本那个类了吗 对不对 好 今天咱们扩展台下 怎么扩展 怎么继承 大家请看 就这么一句话 按照我刚才的类模板来说 就这么一句话 对不对 class class 然后是子类 然后扩展谁 扩展这个负类 里面咱什么都不写 就算什么都不写 儿子也会继承父亲的所有的内容 好 咱们试试 怎么用 这引用的方法 和咱们使用标准的类的方法 是完全的一样 led 然后一个数据库的实例 后面跟上一个new 我new是这个mySQL的子类 对吧 然后里面会传上一个数据库的名称 这个数据库的名称 这个构造器参数呢 就是复构造器 好吧 完全继承过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输出子类里面的 showinfo方法 这showinfo方法也是父亲的 都是父亲的 好 咱们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够正确实力 和正确引用道 马上试一下 您是不是觉得 TSC TS特别特别的简单 TSC做一个编译 我的这个 今天电脑不知道为什么 咱从编译边 怎么第一行消失掉了 好 然后用node执行它 TS.js 那请看这地方已经编译出来了 对不对 好 马上执行它一下 出来了吧 您的数据库是mySQL 在哪输出的 在这个地方输出的 对吧 这样咱们很轻松的 就完成了子类的定义 同时这个类里面 所有功能和负类 是完全的一致 OK 这就是简单的类继承的定义 以及调用的方法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OK 那今天这个课程就这样吧 今天的代码 我放到看中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会传到YouTube和B站 供您下载观看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下期的TS再见咯 拜拜